很多粉丝要我做的扭蛋机 三个步骤做一只好玩的扭蛋机 拆锅的盲盒不要丢 给它开四个孔 前后对齐的两个孔 上面一个瓶口大小的孔 还有正面的扭蛋出口 然后柴下半个瓶子装上去 最后把胶水瓶子修剪出一个凹槽 插入前后孔作为扭转装置 好玩的扭蛋机就做好了 扭一圈出一个 可以放入各种东西扭着玩哦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制作迷你的桌面吸尘器 扭了它我的桌面一直很干净 首先拿个纸杯取下杯底 剪一下折成风扇液的形状 装上可爱的小马达并连上电池 拿根棒子把它装回杯子里 然后切下半个瓶子 包上一张纸 搓满小洞洞 洞要多搓一点哦 把它塞到纸杯里 吸尘器就做好了 打开电源就可以清理我的桌面了 灰尘紫屑橡皮扎都能吸干净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教大家做一款新的手环 能自定义图案的闺蜜手环 首先在普通的白纸上 画上手环图案 喜欢什么就画什么 头上好看的颜色 然后倒上液体胶水 普通的胶水就可以 双击屏幕等它晾干 彻底晾干以后呢 把它剪下来 就得到了表面非常光滑 并且牢固的手环 怎么捏都不会有折皱 而且不容易被手上的汗水浸湿 最后用绳子把手环 连接起来调整松紧就可以带了 超可爱的规避手环做好了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做个简单的星空笔带 用一张纸做个牢固又防水的笔带 准备一张普通的白纸 随意的把它涂成深蓝色 用白色颜料撒上星星点点 然后给它贴满透明胶带 让笔带变得防水并且非常的牢固 翻过来折上去 把它粘成一个袋子 上面呢要留出一部分哦 袋子上划一小条缝 将多出来的一部分呢 做成笔带的盖子插进去 最后呢剪个月球装饰一下 手感超好的大容量星空笔带 一张纸就能做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能在手机上面写字的触名千笔 手机和纸上都能写字 比上次做的要强大 拿一支铅笔 把它尾部削出斜度 接触面大一点效果更好 拿一小张细薄纸 把铅笔包起来 留出笔尖包住尾部 用胶带把中间固定 把有斜度的地方捏紧 触屏铅笔制作完成 笔的末端可以精确的 在手机或者平板上写字画画 当然笔尖还是可以在纸上写字的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做个零食抓抓了 一个能让我们吃零食不张手 更快乐的工具 准备一出一系两根吸管 剪半根粗吸管 套到细吸管的中间 前面多出来细的吸管 把它剪成四半 然后折成爪子的形状就做好了 拿后面细的吸管就能抓了 单手就能操作 不装手轻松吃零食 还能喝饮料 太好玩了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做一个会飞的机器人 都当慢 先在纸上画两个都当慢剪下来 画了一个正面 一个背面哦 给透明瓶子穿上一条绳子 并绑上一个回形针 在瓶盖里面粘上磁铁 把都当慢粘到回形针上 放到瓶子里盖上盖子 翻转瓶子都当慢就飞起来了 转动盖子还会为你跳舞哦 做一个推箱子的游戏 它可以无限变换地图 非常好玩哦 准备一个盒子 什么形状都可以 在侧面靠近上方的位置 开两条缝 在纸上画正方形格子 作为地图 用正方形的纸板做围墙 把它粘到周围 同样的方法 我们要做几个箱子和角色 下面开始做控制机关 把两张纸条90度连合 加上一块磁铁 从缝里面放进去 在可爱的角色背面 也加上磁铁 它就会动了 手动的一纸游戏机 做好了 两条纸控制角色的移动 要把箱子都推到目的地 要多思考不要撞墙哦 移动墙和箱子能无限变换关卡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用一张纸 做流沙笔带 最后还有流沙带的制作方法 首先裁下 由小到大的三张长方形纸片 把小的两张纸折一下 两边折两次 下面折一次 变成半个袋子的形状 依次粘到大的纸上 用剩下的边角料 做个盖子来盖笔带 它可以装很多的文具哦 拿个袋子 加入亮片 浇水水和颜料 密封以后粘到笔带上面 用一张纸做笔带的方法 记得收藏哦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做一只多功能的仙女棒 视频的最后有功能演示哦 首先我们在纸上画个仙女棒剪下来 额外画了一朵花 等一下会有用哦 纸上画些爱心剪下来 穿两个洞 用绳子把它固定到仙女棒上 做成变迁本 花花上面贴上透明胶 把它粘到仙女棒上 做成写字板 无限写字板以前发过教程哦 拿张纸用笔卷成圈圈装上去 功能仙女棒做好了 它是便利贴 它是写字板 它也是一只仙女笔 天气太乐 还能当扇子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用纸来做香皂花 做法非常简单的一种香皂花 摘下来一片花瓣就能用来洗手 准备一大一小两张正方形的卡纸 我们来处理一下 把它对角折三次 然后就可以剪成花瓣的形状了 打开来就是一朵平面的花朵 做好两片花朵以后 给它们刷上洗手液 也可以用香皂水沐浴露都可以 正反面都要涂一遍 这样效果更好 把它们晾干 或者用吹风机彻底的吹干 下面我们要做的是 把花瓣一片一片的剪开 注意不要剪得太深 要不然花瓣会掉哦 拿支笔把花瓣卷一卷向上折起 看这样平面的花朵就变得更加的立体了 把大小两朵不同的花瓣叠起来更加的好看 简单好看的香皂花就做好了 每一朵上面它都有很多的花瓣 我们轻轻一摘就能摘下来一片花瓣 首先把手打湿 然后把花瓣放在手心里面戳 戳出泡泡以后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这个冬天要多洗手保持干净卫生哦 用纸做个风情室文件袋 这是个有趣的多层大容量包包 首先把两张纸折成折座状 折座数量决定包包的陈数 把长方形的纸粘到两个折痕之间 每个折痕里都要粘一张哦 把硬一点的纸折成这个形状粘到外面 可以在上面开两个孔做把手方便携带 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在里面贴上标签哦 用来放试卷放文件 很有趣的风情室文件袋做好了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制作迷你小黑板 三个步骤做一块好用的小黑板 首先把纸板涂成黑色 用颜料或者墨水都可以 然后为了更好看呢 我们给它做个架子立起来 我用的是五根雪糕包 大家也可以用其他的木棍 贴一小颗海绵作为黑板擦 迷你小黑板就做好了 可以用粉笔在上面写字哦 和老师用的黑板一样 可以擦掉再重复写哦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做二次元包包 教你用几张纸来做一个二次元包包 首先我们把一张纸对折 画出包包的形状 剪掉多余部分把它粘成一个口袋 按照它的形状 剪几张纸拼出包包的外观 样子可以多看几遍 颜色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哦 然后做细节 比如说做上纸条 固定一下盖子 最后用黑色的笔 在每一条边上画上线条 这样可以增加它的立体感 二次元包包就做好了 容量非同大 有好几个收纳格 做笔带或者放其他东西 都非常完美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做个解压小玩具 非常舒畅 心情也跟着舒畅 看着像一条堤不下来的小蛇 首先拿一根细管把它涂成彩色 这是为了更好看 把它剪成小颗粒的圈圈 把金属丝缠绕到圆柱形的物体上 捏住两端 拉成一个长弹簧的形状 最后只要把小圈圈穿进去 解压玩具就做好了 玩法很简单 只要上下翻动 就能体验放松和解压的感觉了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制作水晶球同学录 这是一款会变色的同学录 画圆形剪下来 可以多准备几个颜色 用虚线画上简单的水晶球图案 纸上剪个星星下来 用它做模型 在中间画上小星星 翻过来 在背面写上一些基本的同学录信息 有多少同学就做多少张哦 把它们装进透明的袋子里 用彩笔在袋子上涂上颜色 水晶球同学录做好了 好好保存这一份 水晶般纯洁的同学情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用简单的方法做一只糖果机 只要轻轻一按 就能得到一个糖果 拆开的盲盒不要丢 在上面开一大一小两个口子 准备一块和开口一样大的纸板 开一个适合糖果进出的小孔 粘上一块海绵以后 能放到盒子里面 经过测试 海绵如果粘到盒子里面 效果是最好的 就得到了一个可以活动的开关 最后在盒子上方开个洞 把瓶子放进去 糖果机就做好了 按一下开关 糖果就会从下面掉出来了 糖果很好吃 但是不能贪吃哦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做一款旋转收纳盒 不仅可以左右旋转 还能上下移动哦 装过牙膏的盒子不要丢 把它分成四段 贴上纸改成咱们喜欢的颜色 把中间两个能组合成一个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三个收纳盒 拿出一张纸 这样把它卷成棍子 再用这根小棍子 能卷三个小圈圈 然后在每个盒子的侧面 连上一个小圈圈 用这个棍子穿过圈圈 把它们连在一起就做好了 学长原创的这款收纳盒 可以上下左右任意旋转 可拆卸变换它们的位置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做个数学神器 有了它就可以快乐的学习了 用完的纸巾筒不要丢 用胶带把两个连接起来 贴上好看的纸改个颜色 然后我们裁一点细长的纸条 颜色可以自己选择 写上数字和运算符号 难易程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把它们做成圈圈套到纸筒上面 稍微做的宽松一点才能转动 拿一张纸片中间开窗装上去 可以转动数字随机出题去解答 加减的程度都可以 快乐学习的数学神器就做好了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一座多功能手帐本的最简单方法 用这种方法做的手帐本 简单而且非常牢固 首先准备几张纸 把它们对折 颜色可以任意选择 然后把它们一张张夹在一起 最外面的就是封面 在中间戳上几个小孔 用绳子穿过这些小孔 把它们绑在一起 一个手帐本就固定好了 最后呢做上多功能 我做了收纳带 课程表和写字版 多功能手帐本就做好了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铅笔做一个小玩具 看上去就很好玩 装过临时的盒子不要丢 改个颜色 在盒子的两端分别插入一只铅笔 在正面开个窗口 准备一张长长的纸条 在上面画上游戏的地图 这里可以自由发挥哦 顺便画一只可爱的小小鸟 把地图的两端分别 连到两只铅笔上面 转动右边的铅笔 让地图回到起点 翻过来在背面 连上一根皮筋 用细绳子连接皮筋 并且穿过整个盒子 然后把可爱的小小鸟 连到绳子上面 纯手动的机械游戏盒 做好了 铅笔控制地图前进 绳子控制小鸟飞行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 做一只电视机 看起来很厉害 其实做法很简单 首先在纸上画两只手机剪下来 四周要留有空隙 剪一些细长的纸板条 粘到这个空隙上面 都粘几条粘出厚度 对了右边是不粘的哦 贴上另外一张纸 屏幕出开口 再装饰一些简单的功能按钮上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